今天要做的这道是东北过年时出镜率最高的凉菜 十锦拌菜 都知道我们东北地区与周镜头剩下咸咚狗吧 所以这道十锦拌菜又有前程四锦的说法 陛下年夜饭特够 十锦拌菜 粉丝先用温水泡着 打两个蛋 用平底锅炭成薄薄的蛋皮 卷起切丝 接着来准备素菜 芝麻叶洗净切段 黄瓜 胡萝卜 紫甘蓝 木耳 豆皮 切细丝 再来点掐夺去尾的豆芽 起锅烧水 水开下豆皮 稍微烫几秒就可以捞出 豆芽也一样 粉丝煮软后过凉 木耳不容易熟 要煮三分钟左右 煮完的菜沥水晾凉 同时我们来调一碗万能番菜汁 生抽 香醋 蚝油 香油 白糖 熟芝麻 蒜末 小米辣 香菜 最后再来个对着起 前程四锦这个美好郁郁的拌盘 淋上拌菜汁 熄火 吃之前记得给它拌匀 过年吃多了大鱼大肉 最强手的还真就是这道 随便切一切拌一拌 都具好吃的凉菜 像过年露一手的厨房小白 一定要学会哦 还想让包子做什么菜 可以留言告诉我 别忘了点赞加转发 以及按时来看我吃饭哟